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佛说转语神经》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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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迟》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我们再往下看 二十日世尊告舍利夫言 此无垢光女游戏神通 从无构称王佛国 献寿女身来生此间 有摄利夫 此女本是菩萨明无构光 以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 为成就众生故献寿女身 非因行业 有摄利夫 如见是七十五居士父 皆称男子者否 摄利夫言以见 佛告摄利夫 皆是此女前世父母 摄利夫 无构光女 长夜法愿 若有众生是我父母者 必当令其 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 有摄利夫 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宿 其数一之 此无构光女 前世父母 受其劝导修行善法 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 者其数难知 而使无构光女 前礼佛祖而作誓言 一切诸法无男无女 此言若实 令我女身化成男子 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 无构光女 女行几灭 变化成就 相好庄严 男子之身 这时候啊 世尊就对摄利夫说 这位无构光女菩萨 她是在游戏神通啊 她从无构称王佛果 变化了一个女生来生到我们这个世界 摄利夫啊 这位无构光女本来就是菩萨 她的名字就叫无构光 早就于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 现在是为了成就众生 所以献出来女身的像 并不是因为她过去的业力成为女身的 佛又说 摄利夫啊 你已经看到这七十五位居士的夫人都成了男子了 是不是啊 摄利夫说 是啊 我看到了 佛对摄利夫说 其实这些女众啊 都是无构光女前世的父母 由于无构光女 长夜不断的发愿 如果有众生是我父母的 我一定要让她们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 所以摄利夫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星星啊 是比较容易知道的 但是 无构光女以前的父母 受了她的教导教化 而能够修行善法 成就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而不退转的 这个数目啊 没办法知道 这时候啊 无构光女菩萨就到佛前 顶礼佛祖又说话说 一切诸法本来无男无女 如果这句话是真是不虚的 那么就让我这个女神 立刻变化成男子神 当她这样说的时候啊 三千大千世界就发生六种震动 不够光女 立刻 女性消灭 变化成一个向好庄严的男子之神 七十五位女众呢 先变成男子 无构光女 现在才变成男子相 这就告诉我们 实际上呢 真的是 没有男也没有女 男女都是幻化 所以呢 放下执着 耳时尊者摄利弗 欲无构光菩萨言 人者 未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能做佛事乃至如此 甚为稀有 无构光菩萨欲尊者摄利弗 诚如所言 诸菩萨摩赫萨大事庄严 与利益成就一切众生 甚为稀有 譬如 阿切楼树所有花叶 淡出阿切楼香 如是诸菩萨摩赫萨乃至发一心之善 皆为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横除佛法功德之相 前面我们讲过 七十五位居士 看到他们的妇人 李敬佛陀 问为什么 摄利弗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的妻子要出家修行 希望他们允许他们出家修行 结果这七十五位居士说 我们也要出家 我们应该先他们而出家 佛说善来比丘 于是他们就都成为了出家中 以后这七十五位居士的妇人 就转女成男 这时候静日 她的女孩 去劝她妈妈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她妈妈说 早在怀胎的时候 就已经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信 然后这位无垢光女菩萨 也转女成男 所以这时候 所以这时候啊 尊者摄利弗就对已经转女成男的无垢光菩萨说 忍者 你还没有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佛 就能做这样的佛事太稀有难得 无垢光菩萨对尊者摄利弗说 正向你所说 诸菩萨摩佛萨因为有大红誓愿庄严 要利益成就一切众生 当然是甚为稀有 就好像是阿切楼树 它能够发出阿切楼香 那么所有的树枝树叶花果都发出了阿切楼香 就好像所有的菩萨 菩萨摩佛萨 把自己全部的修行乃至微小至善 也全部都回向成就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然 他们也横出佛法功德之相 就是说我们修行的取向是什么 就像阿切楼树 他所有的树的全部的部分都发这种像 菩萨由于心心念念 所有修行都回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当然全部都散发出佛法功德的香气 我们再看经文 说是法时会中万二千众生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第大震动 虚空诸天欲种种化 诸天乐器不古自明 闲作誓言 此无垢光菩萨说真净法 若有众生闻其法者身心信乐 得大为事 离众患难 修诸善行 若有女人得闻此经 当知此身罪是后边 所以者和此经广说女人之身种种过患 一广解说种种诸行 得离女身清净法固 说这个法的时候 法会上一共有一万二千众生 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仅仅是发了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大地就出现了震动 从虚空中 从虚空中 像下雨一样 飘下来种种的美妙的花朵 填上各种乐器 不古自明 自己发出美妙的声响 而且能够发出声音来 这些声音是说 这位无垢光菩萨说的是真实清净的法 如果有众生 听到这部经典 听到无垢光菩萨所讲的法 如果能够从内心的深处 产生信乐 就能够得大威士 远离种种的患难 能够修种种的善行 如果有女众 听到了这个经典 那就应该知道 她的这个女生 就是最后一次的女神 所以呢 如果要想转女成男 一定要听闻这部经典 听了以后 你 这一次的女神 就是你全部生命里边最后一次女神 以后你就永远是男子 直至成佛 为什么呢 因为这部经典 广泛的宣说了女人之身 种种种的过患 并且也广泛的解说了 修种种的行能够转女成男 如何修这种种种的心 种种的妙行 使女神能够转为清静男子之身 得清静法 直至成佛 所以这个经有不可思议的 微妙功德 所有的人都应该信受 尤其是女众 如果我们的心 能够像无垢光女一样 有最坚实的信心 就像那七十五位居士的夫人 对佛 对法 对僧 有无比的信心 那么 不仅 后世 不堕女生 而且有可能 这一世就转女成男 正如经典所示 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 尔时世尊告阿南言 如当受持此经 读诵通力 为他解说 广令留步 所以者和阿南 若有女人 以种种珍宝 满颜福提 师佛世尊 以其善根求礼女神 富有女人 得闻此经 信解欢喜 以其善根求礼女神 阿南当之 闻此精明 思则即矣 阿南白佛言 此经明何等云何受持 佛言阿南 此经明转女人身 一名无构光菩萨所问 父名无过称菩萨道教 当念受持 佛说是以无构光菩萨 并他方国土 来会菩萨及无构光父母 长老阿南 实惠诸天 前踏婆阿修罗 人非人等 文佛所说 皆大欢喜 做礼奉行 最后 世尊对阿南讲 你 应该好好地记住 这部经典 读诵 并且洪传 为其他的人解说 让这个经典 能够广泛地留步未来 为什么呢 阿南 如果有女人 以种种珍宝 满延肤体 来供养佛世尊 以这种 供养佛的善根 求礼女神 另外 另外 如果有女人 听到了这个经典 能够 信寿 理解 文法 欢喜 以这种听经文法的善根 阿南 回向求礼女神 回向求礼女神 阿南呢 你要知道 如果听到了这部经典的精明 那么转女成男就会很迅速 阿南 阿南就问佛说 这个经应该怎么称名 应该如何受持 佛说阿南 这部经 这部经叫 转女人身 也叫 无构光菩萨所问 也叫 无过称菩萨 道教 应该 这样来 常常 念诵 受持 依教奉行 这里说 这个经典 一共有三个名称 第一是佛说 转女人身经 第二是 佛说无构光菩萨所问经 第三是 佛说无过称菩萨道教经 佛说到这里的时候 无构光菩萨 以及 从他方国土来到娑婆世界 来到这个法会 听经文法的所有的菩萨 以及 无构光菩萨 以及无构光菩萨 听佛讲了这样的法 都非常的欢喜 大家顶礼佛陀 所以如果要成佛 最后必须转女成男 因此 不仅是这部经典 说如何转女成男 还有其他许多部经典 都说这件事情 比如说 在《本院功德经》 这些讲了很深刻的 大圣佛法的教理教义 还介绍了诸多的修行方法 都很具体 所以 诵经以后 要能够思维 思维以后 应该能够学会做观醒 做观醒以后 要能够把所学的佛法 贯穿落实在全部的生活当中 然后把我们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所有的善根 都回向 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也回向一切众生 都毕竟能够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好下面我们来做总的回向 请各位合掌 愿以讲经 和听经文法的殊胜功德 回向所有的众生 欲转女成男者 都能够 满怨 愿所有的众生 听到这部经典 都能够 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醒 回向所有的众生 能够归 能够归一三宝 受持戒律 精进修行 断除我见 断除我执 明心见性 乃至成佛 回向所有听经文法的同修们 射身 色深康泰 万事如意 所愿皆成 回向 封条与顺 封条与顺 世界和平 国泰民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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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